今年这个十一国庆期间啊 许多台湾演艺人员 以多种方式啊 同庆祖国华旦 表达爱国之心和真挚的祝福 我们对此表示肯定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视网摩 首先一同关注这起不幸的重大事件 高雄市沿城区陈中城社区 在14号凌晨发生大火 而到目前为止 共计有46人罹难 另外有41人轻重伤 根据检警调查初步研判 起火点位于一楼的茶具行 至于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而这也是高雄的历史上 伤亡最严重的一场火警 等待事件有进一步明朗的消息 我们会再与各位观众 一同关注后续的发展 接着一起来关心其他消息 日前国与党立法委员郑立文 针对国防军事相关议题 直询行政院长苏贞昌 双方针锋相对如同一场 现在不准生气的游戏 但是很可惜的 最后苏院长还是输了 他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你这样打架的吗 他可以这样羞辱立法委员吗 执行要打架吗 来来我 我会像你们那种丢人 现在是要找我打架还是什么意思 要投降吗 大家能不能 只要拜托我给你自选 还要我拉着你的手 喊动算 我针结丢人 不过苏院长会有这样子的恼羞成怒的反应 也是有他的历史渊源 因为在多年之前 郑立文其实是苏贞昌的好队友 团结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真正的台湾人 我们唯有大家团结起来 站在一起 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才有可能有翻身的一天 我们才有可能推翻国民党这个暴政 建立个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通通都是被统治者 我们要一起列手起来 对付国民党这个统治者 对付国民党这个残暴 不义的政权 有一天 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 原来郑立文委员 过去不但是民进党的党员 还是一位浑身散发出毒气 喊着要建立台湾国的台独分裂主义分子 此外在民国85年 郑立文还以民进党籍参选国大代表 而当时站在他身边 为他站台的就是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然而这一位顽固的台独分子 最后还是改国自新 加入国语党 想必是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感召 才会决定和国语党一起来光复大陆统一中国 失去了像郑立文这样子骁勇善战的人 也难怪苏院长会弃成这副德性 而同样非常生气的 还有知名的实况主丁特 日前为了确认线上游戏天堂M当中 一款叫做紫布的道具 他的制作成功几率是否跟韩国原厂一样有10% 丁特总共在直播当中 砸下了台币几百万元实际测试 但结果却令人无言以对 怪谁呢 你滑鼠点下去的时候你坐姿有端正吗 你点之前有先念心经吗 有摘见沐浴吃素七天吗 先前地方政府要起雨就干旱的时候都要先吃素了 丁特点道具之前都没有任何的仪式 难怪会失败 而更严重的是丁特自己没有做好事前的准备 还想赖给游戏公司 找了秋显至高红安红梦凯林郡县 横跨蓝白黄绿四位等立委 要针对线上游戏的几率性设定立法规范 透过跨展派的委员 大家一起来推动 推动转弹法的立法 推动我建立第三方的机制 我认为要坏的话 政府要负责应该即刻用行政命令 就可以马上公布 真是太荒谬了 如果这些几率都公开的话 那么玩家在砸钱下去的时候 还有什么刺激跟乐趣可言呢 和其他想抽都不一定抽得到的 虚拟保物相比 经济部则是大方的许多 这次他们推出的好识券直接大放送 只要是前400万名 数位榜地的国人都能够拥有 于是许多拿到好识券的民众信冲冲地前往好识券名单上的店家 准备振兴消费 上看有你们可以用好识券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刷卡 昨天就有客户过来询问 好识券可以用吗 我们只收五杯券的 从那个经济部的然后去查 然后就说你们可以用好识券 好识券 是哦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他没有控制我 奇怪耶 你们在名单上面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让大家能够使用 怎么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呢 难道经济部会没有问过店家 有没有电子支付就自作主张纳入吗 不可能吧 不过这种没有准备好配合政府政策的店家 到处都是 甚至还有商家出面喊冤 表示被客人误会 不想做生意 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其他客人跟我说 其实我们有在里面 原因就是出在说那个民众的入口 以及商家的入口 他两边的资讯是有落差的 如果我后来没有发现这一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客人上的心理不愉快 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不想收他的券 欸妹妹 被放上好识券的使用名单是你的荣耀耶 当然是要自己去上面查 还要经济部来通知你是有多娇贵 网费上个月你还在店门口找我要合照 真是让人失望透顶 我们要爱党爱国啊 除了有许多餐厅被纳入却不知情 也有立委发现根据经济部的店家名单 好识券能够使用的范围其实相当相当之广泛 那么当中就包括了情绪用品数位相机 皮鞋还有汽车旅馆 甚至还有大量的五金行 通通都在名单当中 对于这样子五花八门的名单 让执政党立委都忍不住在国会上头 向经济部长和苏贞昌院长请教一番 当然可以啊 部长怎么会反而搞不清楚呢 吃电子烟台语不是假婚吗 去汽车旅馆人家不是通常都是去偷吃的吗 这两种当然都是可以吃的呀 所以好识券的范围一点错都没有 还是请这些被纳入的商家 赶快准备好接受好识券吧 有的人努力的吃 有的人则是卖力的铁 呃 卖力的 演 曾经被指控为台独分子的演员张军宁 虽然被小粉红群起围攻 但是他还是靠着微博上的澄清 以及在10月1号斐庆当天发文 祝贺赤斐生日快乐 摆脱了台独分子的标签 而他的努力也受到了相当多的肯定哦 像是大陆沦县区电影文荣奖 日前公布的入围名单 张军宁就凭着电影《气魂》 而被提名为最佳女主绝奖 也是台湾自由地区唯一一个 入围这个奖项的演员 真的是非常优秀的演技 到底台独的部分是演出来 还是爱赤斐的部分是演出来的呢 令人匪夷所思 虽然有人想要挑战演技 但是也有人决定 不演了 台湾自由地区的知名歌手杨成林 以及艺人欧阳娜娜就分别表现出自己的亲匪之心 那么其中杨成林呢 不但是在沦陷区一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上面 现唱一曲 在十一匪姓这天的时候呢 也在微博上发文 祝新中国生日快乐 至于欧阳娜娜则是老样子 发文祝贺祖国繁荣昌盛 而以上这几位艺人 虽然做法各有不同 但最后人鬼殊途同归 他们三个人全部都匪梦成真 而获得了赤斐的拥抱 一年十一国庆期间 许多台湾演艺人员 以多种方式同庆祖国华旦 表达爱国之心和真挚的祝福 我们对此表示肯定 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 这件事 引起了岛内一些台独势力 他们的恐惧 所以他们借机制造事端 那么加以阻挠 加以恐吓 我觉得这是不得人心 台湾艺人 有匪台办的温暖拥抱 但是其他灾包网红 可就没这么好命了 有着沦陷区第一网红之称的 帕比奖 曾经因为合作伙伴波特王 称呼香菜英文为总统 而要求解除合作 帕比奖这个动作 也被解读为向赤斐效忠 然而帕比奖最近确实被发现 悄悄注销了个人工作室 根据现报指出 因为匪囚最近是发出了 抵制低俗网红的禁令 最近也传出有网红被追随 高达600万灾民币的新闻 所以帕比奖才会主销工作室 避避风头 没有想到曾经 红极一时的帕比奖 现在居然怕乐 我们也只能够送他一句 帕比帕 接下来将焦点转回岛内 世新大学近期在校内 划设10个汽车阁 以及30个机车阁 其中部分的机车阁 甚至充满了创意 就直接划在操场的PU跑到上头 那么这一项空间管理大师的得证 也引起了立委的关注 趁着执行时间 向教育部长询问 创作的理念 学校的PU操场 是可以拿来当作停车场的吗 如果划设成停车场 部长觉得这样子 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 不只欣赏学生的权益 这个对PU操场的维护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状态 今天早上的消息 北部某私立大学 将操场划设停车阁 还将原本的围墙拆除了 真是一个出入口 感觉就很像是 要把它那边准备 做成一个停车场 所以本席这边想要请教说 这样的状况 教育部这边有掌握吗 那在学校的操场划停车阁 这是合理的吗 确实这是学生活动的空间 不是汽车活动的空间 这个部分我们来做了解 真是不知变通的老古板 现代的校园规划早就不能够用传统那套来理解了 连学生都专注于开发第二专场 PU跑道难道不用吗 世新大学校方开发出这种复合式的操停车场 带给校园空间更多冲撞的美感 应该要好好的赞美才对 教育部居然还想关切施压 真是仗势欺人 可惜就在教育部长答应了向校方训问了解之后 世新大学就悄悄的将机车阁给涂销 想去朝圣的同学恐怕也只能够看着照片来缅怀 看完了青春的校园 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接下来入秋的天气 我们现在马上就把时间交给气象铁金刚 没有营养的生活智慧王 是的主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气象铁金刚智慧王 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两三天的气象 首先前几天的豪大雨 正是入秋之后的第一场大雨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也就是说接下来只要有下雨 天气可能就会变冷 那也有可能是天气变冷过后才会下雨 我们称这样的现象叫做寒过雨 而寒过雨可能也会一直出现 所以骑机车的朋友得要特别小心这样的天气 因为我们怕会天雨落滑嘛 所以我们要换特别的轮胎 那换轮胎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机车停下来 先立中柱再换轮胎 立柱换轮 那最近也有很多因为天雨落滑 而导致的事情发生 像是哈佛不在北京设立书院 来台北社 陆华 李宁破文庆祝双十国庆 陆华 上汽主角刘思慕说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 很多人死于饥荒 陆华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论你做什么事情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入华 我是气象铁金刚 我们下次再会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 非常谢谢气象铁金刚 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报道 所以近期天雨入华 真的要特别的当心 要注意不要撞到玻璃心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 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IG账号 也欢迎您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 一起来撞到官媒 当然包括央视的Facebook 及Twitter账号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露订阅露追踪的观众朋友 你家的客厅就会被划满停车格 让人停车 还会有人进到你家 厨房慢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